所以比較認真在經營IG 還是做新專輯 IG 對 沒有啦 都一起 天王周杰倫真的很認真 經營IG近期追蹤人數 正式突破600萬 穩坐台灣藝人第一名 才剛發行單曲 Mojito的周杰倫 不只MV點閱 衝破1400萬 IG粉絲跟一舉突破600萬 而去年9月 周杰倫推出和阿信 一起合唱的新歌 說好不哭 最終數在當時也突破500萬 看來從2017年8月 開通IG以來 不只有死忠粉絲支持 興奮也不斷在增加 除了感謝大家 周杰倫也特地在IGPO文 開放聊天 但也有粉絲擔心 天王這麼晚還不睡 熬夜也會胖 讓周杰倫恍然大悟 難怪怎麼受不下來 另外還有歌名許願 希望天王可以再寫出 像夜的第七章 那樣的rap神曲 周杰倫也帥氣回復 可以又讓粉絲們好期待 就連藝人小鐘也來留言 要和天王學客家小潮 我覺得玩這個IG 你會看到藝人 就是你知道 台前台後的不一樣的個性 其實是很好玩 因為你都會 Hashback的歌中之歌 你是滿滿意的稱號 對啊 這誰取 然後他難得做最對的電視 那個阿信號說 你是糾察隊長 他有幫你取得糾察隊長 那你覺得阿信是IG嗎 最近變得比較生活化一點 平常就是比較排版 比較文青的路線 所以會邀請他一起 比較生活化 以前我是比較注重隱私的 但是後來開始用這個社交軟體 我覺得反正好 跟大家分享一下也不錯 那上癮了之後 就會每天都會想要 不知道要PO什麼這樣 所以你有焦慮說 今天要PO什麼 會啊 我會想啊 所以比較認真 在經營IG還是個人專業 IG 對 沒有啦 都一起 為了能和粉絲們互動 IG糾察隊長 兼歌中之歌 繳盡腦汁 也難怪周杰倫會自嘲 這網紅不好當 完全樂 見網友報導 我 最即時 最豐富 最有趣 最不能錯過 完全娛樂 觀眾與藝人最新來的娛樂品牌 讓你無時無刻完全娛樂